3、2、1 請接採 來 現場出場方向一門 這個政策落成議席是非常不簡單 因為客戶十萬年來 土地地肉不害的問題 全部依照現行犯人規定 處理建築和修養這條 再當完成這棟三樓館的活動中心 中原活動中心 也先為人愛向來 第一的完全合法的活動中心 請接牌 安全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對啊 我們也比較放心 讓小朋友在這邊念 布洛基民怕是抱著歡喜的心情 來參加這個生活 可以有一個安全舒適的活動空間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過去因為活動中心不合法 沒辦法正處經費徵收 孩子在裡面最高 布洛基民在活動中心活動 安全是完全不保重 沒有合法執照的話 我想如果村民在這個建築物辦活動 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我想政府機構 對這個造成意外的村民 會傷害會比較大 不合法的 當然是會擔心啊 萬一小孩子讀到一半了 我不知道把它帶到哪裡去啊 仁愛鄉頂中主號表示 中原活動中心 合法六成可用 是一個中台的理性筊 全鄉15川 25個部落 總共30幾個活動中心 救中 到今天將它出現第一個合法 但是後續要需要2500萬 來完成全補合法 需要中央的長時間和協助 過去不合法 這個時空變形相當的多了 尤其921大地震之後 在緊急命令的下達之後啊 程序上的合法 就沒有那麼嚴謹 沒有那麼注意 所以啊造成說 921大地震之後 之前啊不要講 那之後啊 所延伸下來的 沒有建築執照 沒有實用執照 就這樣一直延宕到現在 大老館的中原活動中心 未來中作為中原投資所 傳辦公室 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活動空間 中原投資所 竟因為建築物合法 可以結束開辦 既然的活動安全也更加有保障 香港所希望 第一位合法活動中心 六成以後 後續各部落 活動中心的合法 推動工作 也可以因此更加順利 接下來王朝聖蔡宏報道